吴尼娜 美美桑 大家好 欢迎收看5月30号的大华联地方新闻 我是高双双 好 新闻一开始 带您来关心气象的资讯了 中度台风马王来袭 气象局29号晚间是发布了海上台风警报之后呢 华联地区受到台风外围环流 导致海上的变化莫测 为了要维护民众的安全 东部分属第一二岸巡队 针对崇德海滩 七星潭 太平洋公园 以及石堤坪等热门的区域 对民众是加强寸离关浪 也提醒民众不要靠近海边 以及跨越封锁线 避免发生意外 目前华联地区的海边 受到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 已经出现强阵风及长浪 为避免游客因游气 细水或关浪 不慎遭到浪吞噬等意外的发生 海巡队针对重点区域实施关浪的劝离 并对沿海区域拉射封锁线 以确保民众生命财产的安全 防止民众进入 同时宣导民众在台风期间 避免外出到海边关浪 并在家做好防台措施 宣导一下因为台风的干系 这门这边已经拉起了好多久 这门翻配合是不要跨越了 好 知道 华联县政府针对马花台风 已发布了华联境内海岸及港口为管制区域 受到台风外温环流的影响 有强制风及长浪的发生 为了维护民众安全 在此呼吁民众切勿散传管制区域逗留 及关浪 第12案巡队呼吁台风来袭期间 请民众切勿前往暗计逗留或是关浪 以防止汗湿的发生 发布禁止公告期间 若是民众擅自闯入管制区域 经劝离不离去者 可以依违反灾害防救法 处心台币5万元以上 25万余下的罚还 记者林杰 花林市采访报道